前两天我不是给三个孩子一人买了一身衣服吗 媳妇娇娇竟然生我的气了 后来我想了想 也是啊 男人就要对老婆好一点 所以我马不停蹄的在网上给媳妇买了一套 女士的连衣裙 等一下让她试一下 看她有什么反应啊 看好不好看啊 最近几天我也思考了很多啊 小两口吵架在所难免 磕磕碰碰很正常 但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提出离婚 因为这样对你对她都不好 然后对孩子也不好 星期一我送孩子飞飞上学的时候 我跟她说 你妈妈我们两个现在经常吵架 感情破裂了 可能要那个啥啊 孩子听了之后就哇大哭了起来 当时我就后悔了 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话 我最近也在思考 就叫我们俩 就是频繁性的吵架 吵闹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我也深刻的反映我自己 有时候确实是我的错 她想我不够上进 不够努力 懒散 这确实是我的缺点 我也在积极的去改正 还有就是结婚十几年了 有时候确实感觉到厌倦了 这两天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就应该对自己老婆好一点 就应该像当初追她一样 那么去呵护她 对她好 不能因为得到了 给你生了孩子 就开始厌烦了 这样是很不负责任的 就像她一样的 就像我一样的 帽子里面 就像她一样的 来,你不是说不给你卖它吗 手泥湿椅子 我心想确实好几年没有给你买过去了 不是好几年好多年 好没有咋给你买我一套 你一会试试呗 你给我买一套 嗯 这个是啥呀 坑啊黑的呀这个 你这一去啊 打到这一八呗 打给你换吧 我都给你啊 我叫你打游戏吧 我不打 咱俩可以嘴的 我不打 我不打游戏 说实话我就是被游戏毁掉的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都是办了前两名的 但是后来上到初中以后 跟着同学学会了上网吧 后来学习就一落千丈 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游戏 一律不感兴趣啊 那时候还是用电脑 现在都用手机了 还是 奉劝大家 不要让自己的孩子 去玩游戏啊 如果自己想玩 玩一下就可以了 别让孩子看到了啊 你自己偶尔问可以 可不可以等一会儿的面儿问啊 你这玩游戏 小会儿不能问 学生不能问 成年人能玩 我说打两包以后也可以 解一下牙嘛 嗯 是不是啊 我不会从哪里 我不会耽误整场工作 整场干活啊 哎呀 脚乖好看呐 不容不容 啊 我一说 我不是说 你给我买一样 我打进去的 咋做啊 你看 你看 你看这肚子的肉 一百兆 这艾斯性的身材 你扭个腰看看 我天爷 后面腰上那次肉 这饱腾圈啊 腰上那次肉 我给你买的可不便宜 买二百多啊 你买的真不容 你看我刚给你买个以下 你都说不容不容 再不容 一上看我看 但是不适合我的身材 你知道吧 再摆还差不多 不是你这话 你这毕竟生了三块了 你知道吗 这肚子肉太多了 你给我摇看 这还可以要看呢 你这摇着你走木板呢 很多年没有给焦焦买过衣服了 这给他买了一件衣服 他竟然没想中啊 我 难道是我的眼光不行吗 不是 我想中了 也可艰难 可大方 但是问题是 我跟你说 这个以上的不适合我 为啥说 我穿那种 运动的比较多啊 还有那种 大腿的 水桶枯的 还有那种 胖的 因为肚子肉有肉 穿以上 你知道不着 焦牛哥啥 并不说这件衣裳好看 我得穿上它 你得根据自己的身材 样成笔端 知道不着 确实是 我现在的身材 你知道说一啥 死亡孩子之后 腰上有肉 你知道不着 力性身材 力性身材 不是这样 我说现在 死了小孩 说一啥吧 腰上有肉 肚子上有肉 然后他就是说 比较怂夸 你知道吧 这种精神力 让他真不适合我 你知道吧 就是把这个腰上的肉 还给我肚子上肉好 给他锻炼一下 你锻炼啥 我才应该锻炼 你看我这 树松腰 能无关 你还我一口 这要现在越来越安美 还买了健身的器材 等下给大家看看 这几天小区天热了 在我们房子住 那我们空调 我说我买了个枝 我以后每天 7点到9点 214短炼时间 我让我直接 这个啥隐香啊 这个啥隐香啊 啥隐香啊 端炼腹部 还有腰部肉的东西 那这花多少钱 鸡腿 今天我要跟着那个食品 你知道吧 跟着那个食品 就是说要做 你知道吧 把我腰那肉 肚子那肉 这一个夏天 我也给它练出来 那这衣裳也白退了 等你练出来了再穿 这衣裳先退了吧 这一万 你都是一样的 过来的夏天 穿不了再过世了 衣裳好看 真的 我真想弄了 就是我自己的身材不大表 不够 好好 你不要 不要吧 不是我不要 照一趟整的这口看 我也可想弄了 就是我自己的身材 自身的这个条件达不到 等我锻炼出来了之后 你咋够买 你不是开直播吧 直播健身 我真的最近 我在跟着我这些练的 其实你看 我的身高来说 是一米六五 现在的体重是110多斤 按如果说 没有什么小孩来说 他这个体重还是可以的 毕竟你什么小孩 只有上110多斤 他肚子让个羊肉都没分的 我要把它练得精致一点 因为去年一年 我只能腿肥的 没有练 今年也冷的 这以后得好好锻炼锻炼 加油 咱那一起加油 减肥 健身 我得自己练 娇娇真的很励志和自律 送完我家二胎 飞飞的时候 他的体重竟然达到了160斤 不过我当时也没有嫌弃他 你看现在他又想着减肥的 现在体重110多斤 我感觉很正常吧 我给他买了一件衣服 他穿不上 现在就想着减肥 我应该向舅舅多多学习 一起减肥 我也希望以后我买的衣服 舅舅能够穿上 啊 啊 谢谢大家